非常的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应该是说黄金30分钟 在生后30分钟内 正常的足月的新生儿 就应该得到母亲的这种母乳的补胃 它即使是没有出乳的产生 孩子没有真正的吃到奶 但也应该一定要去喂 而且有一部分妈妈就会在半个小时内 就会有一定的出乳的产生 新生儿它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胃就是樱桃大小 多大点儿就大墨子干儿那么大点儿 一般来讲 就医生会讲说五毫升的奶就够它吃了 对对对 所以那么一点点的出乳 可能就够我们的新生儿 所以你看我们和霍老师的讲解 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母乳的好处